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 比特币这两天是没有操作 不过前几天YouTube视频 以及OKX交易群 一直在提醒的AA为宜 这两天倒是大涨了近15% 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聊 CPI已经跌破3来到2.9 短线主力会反向捉弄我们散户 但是长线是利好 所以长线我目前剩下比特币的利润 或者是大长线 基本上很多利润都没有平常 因为发现链上金鱼的数据 好像又在买入了 以及一些朋友关心的 什么时候比特币可以追加 等下来分享极章图标里面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 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OKX交易 Discard社群 或者也可以用我们OKX邀请链接主车交易 反用20% 我们先来看一下Discard群 三代币这个短线的小组 最近比特币行情是很纠结 不代表其他的币种就不能涨了 包括也是经常提醒OKX群的朋友 就是多去留意这个AVE 以及YouTube视频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 我感觉这个AVE里面是有专家在操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8月11号的时候 也是有通知朋友们 可以去做多这个AVE 不过止损很难猜 因为三代币的专家非常的坏 我也猜不准它到底会跌到哪一个位置 这一次的低点就跌到90美元 离我这个止损只差了一美金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也是有通知过一些短线 也都有一些短线的利润 以及更早之前8月6号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提醒朋友们 不过也要比特币来配合 那等一下来聊一聊比特币的短线跟中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 下方的这一个PMO指标 有些朋友看到比特币下跌 就觉得比特币要完蛋了 然后我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到 你如果担心比特币已经开始走熊市 或者是就去等那个Pycycle指标 底部交叉的时候到时候去买入 但是这个位置我们来观察一下 PMO指标 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历史 自2023年当时15k底部开始上涨 比特币这个PMO指标是经历了 有两次环境交叉 就是当时在15k到20k的底部 这边绿色交叉红色的线 交叉是上涨了一波 然后在这个位置盘整了接近200天 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有一次死亡交叉 然后就是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 它这个PMO指标 绿色的线是再一次环境交叉 这个红色的线 那目前比特币是涨到74k高点以后 而且产量减半 在这个位置前后的一段时间 目前是盘整了接近160天 现在的这个PMO指标 目前确实是在死亡交叉的 不过我也是在期待 相信这一次44k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步 因为历史的经验 它这个PMO指标 一般底部会有一次环境交叉 然后后面的牛市在周线级别里面 可能还会有两次的环境交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2019年到2021年比特币上涨的牛市 可以看一下底部的时候 有一次环境交叉 然后在这个位置 2019年底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趋势突破 或者是这边就是一个骑行的盘者 这边感觉就是有一个突破 不过后面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 它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环境交叉 但是遇到黑天鹅又跌下来 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又来了一个环境交叉 所以在2019年到2021年上涨的牛市 它是有一个两个三个的交叉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这一次比特币牛市更像的2015年的牛市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底部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从这边开始计算 也是有一个环境交叉 然后涨到产量减半之前 这边有一个上升上角的盘者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拉近来看一下 当时在这个位置有几次10万交叉 不过在这边也是有一次 继续环境交叉 后面减半之后 从高点跌到这个地点是跌了40% 后面还有第三次环境交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现在的比特币 或者是参考历史的经验 我的观点 有可能目前盘整了160多天 如果按以往的历史 是熊市的情况 我们先考虑这个位置是不是熊市 因为很多朋友是在担心比特币完蛋了 就是要开始进入熊市 那么可以看一下熊市高点是怎么跌的 它有这种盘整盘整了100多天 然后到现在的价格 或者是也还没有跌破 就是从底部到这一个74K的高点 连0.38都还没有跌破 所以我的观点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 如果真的是顶部早就有可能就这样子下跌 或者是就是非常恐怖的下跌 这边有可能我的观点是一个中序的盘子 比特币估计应该还是会上 那如果反应慢的朋友 你觉得担心它下跌 那你也可以等 等就是这个指标 什么时候绿色的指标开始有拐头的迹象 甚至再一次环境交叉 这个红色的线 就应该去进场追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路线的这张图表 因为可以观察一下链上的数据 刚刚8月14号 也就是世界时间刚刚零点收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持有100枚以上的主力经过 或者是三天左右持续在卖出或者是流出 就是14号昨天一全天 它是现在是流露了769枚 相信应该就是在买露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几天有提到的一个压力位是在63K 那涨上去可能就不能追 然后跌下来也是有提到几个支撑位 大约就是这个58K附件 你如果要操作 我的观点是尽量就是以DC为主 或者是就观察这个58K左右 会不会支撑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对我吗 对我吗